結果來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掃接 就安安靜靜的站在我旁邊 我在握手還要跟他介紹 這是我們的陸委會主委 來幫你拜託 我覺得他的性格跟角色在我認識他 或者是熟悉他從政的這些年 有一些是不變的 也有一些短變 那我覺得不變的是他一直是非常誠懇 也是心裡相當善良的人 但是另外他也非常認真 所以我看裡面也稍微提到 曾經總統這個我已經人在美國 遠離這邊的核心 但是偶爾他就會傳個講稿 說叫我看一下有沒有意見 一下傳來是已經第23版了 然後看一看過幾天來又第51版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對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環節的重視 那尤其是面臨很困難議題的時候 跟社會在溝通 他會非常的得得在意 我是在他還很清純 涉事衛生的時候就認識他 也就是說像我自己以前比他還要早參選 我在台北市參選 他那時候是陸委會主委 那我們這個自己在選舉 我想說找個都會型的專業女性 來陪我掃接 這個自以為這樣是很高招這樣 結果來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掃接這樣 就安安靜靜的站在我旁邊 我在握手 我還要跟他介紹 這是我們的陸委會主委 來幫你拜託 就是他那時候比較腼腆一點 那比較還沒有放開 可以跟大家接觸 但是我這十幾年下來看到他 他其實已經非常的融入我們社會的脈動 那對台灣的基層 對台灣社會各種的人民的止步哀樂 他非常的敏感 那也會很積極的想要用政策去回應 他在社會上所接觸到的各種形形色色的需求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轉變 那當然他在這幾年尤其是執政期間 也面臨很多的挑戰 那書裡面也都有提到 不用多說 但是我覺得我看得到的蔡英文是 每一次度過一個難關 或者是克服了一個挑戰之後 他其實是更有任性的 是更有自信的一個人 那我也從這當中學習到很多 我在蔡英文的身上看到一點安慰 就是說他就是一個政策控 我也喜歡討論政策 另外我想借今天這個機會表達一點感謝 就是小英總統對文化預算的權力的支持 以一個朋友的身份謝謝美晴 因為美晴回台灣 然後去中選會登記參選 他的第一個行程 就是到我媽媽的靈堂 來慰問我們 然後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他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朋友 我們幾年沒有見面 但是非常謝謝他 那我記得在那個時候 我也跟美晴說謝謝 因為我們要謝謝他 願意回來承擔更大的責任 因為我相信這是一條 這應該如果看了這本書 你就會知道 未來賴清德 小美晴要帶領台灣繼續往前走 會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那是要一個非常大的決心 所以我今天想要先 謝謝美晴來承擔這樣的一個責任 謝謝美晴